大聊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哈喽大家好,我是本台主持人青盟局 欢迎收看燕云台皇家快讯 下岗人员在就业,高技术人才遭公司反聘 韩先生是上京市十家优秀青年就职于皇家肉肉集团 不仅是个顶尖技术人才,而且还是皇家集团的创业元老 后来因为和老板闹不合以及情感受到打击 韩先生决定辞职出国旅游 在全球旅游之后,韩先生收到了原公司的优假 因为一位资深老员工的离职 皇家集团陷入了资金利尔短区的危机 公司对即使赶回来的韩先生立马进行入职办理 还给他配备了专业团队,希望他能够解决企业危机 韩先生则是毫不客气地接受了这一切 少女复生嫁入豪门,婚后生活惨淡 相信各位观众还记得多年前上京市发生的一期 新晚复生嫁入豪门特大新闻 在当时平民圈引起了舆论轰动 事后多年本台记者再次采访了 当年的服务生安女士 然而安女士在采访时的对话 表示自己的好美生活过得并不好 老公的大哥继承了家里的财产 自己一家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 而自己的老公在结婚后遭遇意外 丧失了生育能力 现在整天烧香百佛没有上进心 看到这样碌碌无为的老公 安女士表示很后悔 老员工不满,公司职位调整带头闹事 由于公司自身员工的离职 皇室集团最近进行了一场重大的人事调整 然而在宣布认知名单时 公司老员工习某因为没有分到高管而不甘心 由于自己的爷爷是公司创始人 所以习某直接向老板提出了反问 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就跟着其轰 于是习某就带着一帮员工闹事 却没有想到老板态度坚决直接宣布 谁不服从规定谁就可以滚蛋 看见老板态度这么坚决 习某和那一帮员工都不敢再继续闹事了 寻找外出打工的丈夫留守妇女 千里寻亲 自从大聊的经济不断发展 外出打工的男子不断变多 留守妇女儿童不断增加 生活在萧家村的两姐妹就相继送别了自己的丈夫 萧女士也经常会收到丈夫的平安短信 这天萧女士的丈夫在短信中告诉自己 已经在城市里买车买房 并开了一家百人规模的大公司 在和村里的妹妹妹夫商量后 萧女士开始了自己的千里寻亲路 两人终于团聚 本来打算在城里定居的丈夫 在萧女士的劝阻前 还是决定回到家乡继续建设家乡 承包商偷工减料 豆腐炸工程坍塌 造成人员伤亡 昨日由赵王集团成庆的鬼剑大桥 进行了开桥仪式 各级领导悉数出席 然而就在相关市领导巡查 刚刚竣工的鬼剑大桥时 桥体突然出现坍塌 一名随行工作人员甚至掉落桥底 造成了身上多处粉碎性骨折 事后相关机构立马封锁了现场 并且逮捕有关人员 然而承包商赵王集团发声明 此次事故完全是意外 但据专家组调查发现 这一次系开发商偷工减料造成的 事后上京领导曾对于该公司法人 进行了刑事问责 好了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燕云台皇家快讯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